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后面有点修理的 现在这样翻号没问题吧 不同吧 在北京的一家口腔医院里 孙炳舟正在为前来复诊的患者 做矫正 他来自韩国首尔 年仅33岁的他 现在是整个医院里 最年轻的政绩院长 2006年 孙炳舟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 才在韩国学中文 半年吧 我直接就过来了 所以就其实 基本上 我在韩国是很努力学习了 但是还是 听不懂的话太多了 然后说不出来 所以就很紧张的状态 让他忐忑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北京的空气不好 来之前 孙炳舟听说了很多这样的话 但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 孙炳舟却有着不同的感受 最多的是这个空气不好的了 然后呢 其实刚来 我就刚来 那个前一两个月吧 那个时候就空气特别好了 大学毕业后 孙炳舟回到韩国 2014年 他再次来到中国 语言已经不是问题 期间他走过了中国的很多地方 整体以上都挺好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各个的特点吧 韩族比如说上海是很发达 韩族是环境吧 自然 好 海南道就是道嘛 就很 就真的很舒服的 就是流嘛 除了美景 还有美食 锅包肉 烤肉 东北冷面 烤鱼 这些都是孙炳舟喜欢的菜式 美食的乐趣 在于分享 孙炳舟很想给韩国的朋友 介绍更多的中国美食 应该韩国人一般都会喜欢烤鱼 烤鱼 然后呢 酸菜 鱼 那样的 鱼类的 韩国现在很火 那个麻辣烫 麻辣香菇 那样都很火了 然后呢 就也有很多的别的好吃的中国菜嘛 如果是让我 就介绍 给我的朋友介绍的话 会介绍啊 就中国的菜 2021年 孙炳舟的父母健康出现了问题 因为疫情的原因 考虑到年幼的孩子和健康风险 没能回过照顾双亲 这让孙炳舟感觉很遗憾 今年是我父母 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是很好了 其实爸爸也做了那个眼睛不太好 做了手术 然后呢 母亲也是身体不是很好 但是应该我要就回国 要照顾父母嘛 但是没办法回去了 孙炳舟希望疫情能够早日消失 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孙炳舟觉得中国的防疫工作 做得很出色 老百姓生活很自由 就是证明 其实现在我觉得真的 真的觉得中国的这个防控是特别好 如果有患者多了 就控制的不好了 那这样的话真的就不能那么自由嘛 其实这个就已经证明好的 就是中国是现在生活的都很自由嘛 那这个意思是其实一个控制挺好的状态 家庭和睦 孩子有专门的国际学校 自己的工作也顺风顺水 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十年来孙炳舟已经熟悉了在中国的生活 孙炳舟希望未来能够留在中国继续发展 毕竟跟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一起 个人的发展也会更快更好 我现在其实现在工作上面 生活方面都比较好 我可以说比较好吧 然后这个是因为是中国这个国家发展 然后呢我是在这个中国的里面 一起发展的那样的感觉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看中国是还是会继续发展 然后呢这个一个发展的国家里面一起工作 这样的话其实对我来 我自己个人的发展也是会更快更好吧 所以我现在是打算是一直在中国一起发展